警方貨報菜市場內 有人吃棍棒翻桌砸攤 立刻趕往現場 保持理智喔 不要衍生其他的好不好 不會 吃光我已經保持 那個桌貨貪 貨架 商品都被砸爛 掉了一地 擔心被砸攤的老闆 一時氣憤也報復還手 遠景邊查看現場 邊勸他不要衝動喔 知道一個人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 就是進其他司法調查程序 他都是主權嘛 沒錯 他就是跟你買那一個嘛 對不對 那一種市場被砸攤翻桌 發生在台中事後禮區中山路上 中午11點多 一名靈性攤商 像水果攤買了葡萄 原本說好三串一百元 等到付錢舉貨 又變成了一串一百 事後再看到其他客人 也是三串一百啊 覺得被當冤大頭了 才會找人動手砸攤 他來的時候 就跟人家補一趴 他就很平衡 是年少人啊 他就會在家裏 是年少人啊 是年少人啊 現在走啦 我騎到家裏 我沒辦法去 用錢用走 一下下要用 其方瞭解狀況後 也在附近找到了 雜攤的零性攤販 將人帶回警局偵訊 要吃虎樓啦 叫朋友去問一下價值 傳回來 誤會這樣而已 一百啦 他以為是說 你沒有三把 但是因為我們不肯做賠錢的生意啦 其方表示 雙方都是同一個市場的攤商 為了一百塊 到底能買幾串葡萄 引發雜談衝突 因為只有財務損失 人沒受傷 雙方談妥賠償金額後 決定和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TV新聞陳淑璇 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